吳亦正也好 李梅真也好 他们到时候被攻击这个点 是没话说 而且吳亦正他更严重的是 因为他是加入民众党 民众党讲什么 讲说这个是不是 他们有讲出一个很标准 是我们不要代职参选 那现在脸重重的被打了之后 他想那你就去立法 立法之后我再来遵循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嘛 我觉得代职参选一直以来 它就不是法律的问题 它是社会观感跟道德的问题 不然的话韩国瑜不会 因为这样现在被罢免 然后我们要来重新为高雄 让高雄人重新做一个选择 选一个市长 因为如果说 他是因为什么不违法 然后你以后立法院再去立法 当然其实因为这一次的事情之后 我必须说在我们立法院的群组当中 也有一些委员说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 先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开始来做这样的订定 是不是说就干脆以后 所有的职务 你就是要选完举之后 然后你要做到任期满 你才可以选下一个公职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我想讲的是 其实真正的针对这两位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提名人 现在应该算是暂时算是提名人吗 吴亦正到底哪一党 其实你知道 因为他们对亲民党 民众党征召亲民党 所以三党吗 三党好另外 所以民众党可以征召亲民党 那干脆民进党也征召国民党好了 这个不太可能 这不可怜 这不可怜 我想讲的是说 其实对他们来讲 第一个质疑他们的 其实是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直接抛出说 那以前你们都在讲说 不可以 然后不要去做一个落跑的一个市长 或者是不要去支持一个落跑的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你们自己推出来的候选人 你们就打脸人家 但我觉得民众党挺聪明的 因为他身上是亲民党 所以是亲民党的人落跑到民众党之后 再到一个落跑的议员 落跑的议员要去选市长 那就没有民众党的责任 我是说觉得 其实他们当主席 因为有七可能也是有太过了 但是我想讲的是说 其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什么 是说这一次的选战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其实每一个选举都是非常辛苦的 我之前不论是帮我先生选议员 又或者是这一次我成为民党的部分区 都瘦一圈对不对 瘦一圈为什么 我们真正是天爱不讲我就开始起层了 四五点就开始 可是辛苦有很多种 像定义委员就是越选越大吃的那一种 对有人会瘦 有人会胖 这不一定要看他的饮食的状况 还有他身体的状况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都是天还没有亮就开始 不论是鱼市场 果菜市场 或是公园 早决会 都是天还没有亮 就是准备起床出门 然后开始你一整天的行程 到最后晚上 你可能都还有宵夜场 因为可能有一些你的支持者 一些小型的 邻里的等等 也就是说 其实这样的选举才是一个常态 过去韩国瑜所造成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状况 比如说当选高雄市长 三个月要去选总统 比如说可以睡到中午自然醒 可以很忙乱的时候 没有形成 这都是其实完全超乎常态 前所未见 前所未见 但是现在看到的是 高雄的选举一切回归常态的时候 我要讲的是 那么现在派出来的人 不论是国民党的 被人家认为说 他还是有韩国瑜的影响力在里面 又或者是说 民众党你自己找不出人 你从清明党去挖角一个来 但是你们还是慢慢的在踏 韩国瑜弄错误的方式 我想问的是 现在还是一样 同样的高雄市民要同样的来做选择 那么这样的人可以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吗 我必须讲 虽然说我自己是民营党籍 但是我在还没有成为民党立委以前 我就认识齐迈了 齐迈从我以前 大概20年前 我好心我认识她的时候 你要这样泄露你自己的那个年龄的秘密吗 反正现在Google那么厉害 大家会知道啦 我看起来年轻就好了啦 当美魔女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是在做一个奇迈2.0 我们去讲她以前是一个比较冷 比较没有温度的人 访问她说真的很难访 掰 我们讲就是那个访问很难掐 但是她现在真的开始就是不一样了 她可能就是会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 包括她可以跟你比爱心 你跟她拍照她还问你说 你没有比较有趣的姿势吗 不然我们两个来守指爱心 我心里想说 哇 齐迈你真的是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她这次的学业 跟着就像刚刚这个年晃所说的 她以前会是比较 把她的理想正见抛出来给大家 但是她现在慢慢的 会不论是透过网路 或是走基层的时候 她会开始的去让大家感受到 她是一个有温度的陈齐迈 她是一个有想法的陈齐迈 她也是一个已经进化2.0版的陈齐迈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就是我最近常常有拿出一个图出来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分区 所以我也特别关注不分区的得票率 这是这一次立委选举的时候 三个政党 现在有派出候选人的政党 他们在不分区的立委的得票数 民进党拿到了38% 而国民党拿到30% 民众党拿到的是8% 也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在高雄 如果就不分区的得票的话 民众党的票跟国民党的票 得票数加起来 跟民进党是差不多的 虽然大家现在都会认为说 齐迈因为他本身有他自己的一些好的条件 以及他自己做了一些转变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民党的支持者 不可以太乐观 因为你两边的这个支持度加起来 其实是五五波的 如果说今天 像昨天大家在讨论的话题是什么 是说如果今天第二名的跟第三名的 是不是两个人在PK谁票拿的比较低 我觉得其实这种玩笑都很可能 在一个礼拜之后会有转变 如果当他们进行了先来一轮淘汰赛 变成是把票彼此整合的时候 这还是有可能压过陈其迈的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虽然说 你说蓝白的票会整合哦 这也不一定啊 气宝 气宝 气宝相应就是很简单 其实他们本职的底应该都叫做橘的才对啊